各位新聞界朋友 我們今天這個記者會主要要跟公眾報告一下 我們接資了提名之後 實際的人數有多少 以及我們每一個相關參選的選區 我們都有些分析 希望今天可以幫到大家有些背景資料 做新聞記者 考這些區議會選舉的新聞 我又不是很報很大期望 你們會登多少 我自己教了十多年新聞 做了幾十年新聞工作 我知道新聞價值在哪裏 遲些就不到你不登 譬如陳偉業火被俄俊仁 怎到你不登 但有些事我們今天這個記者會 要澄清及回應 特別是早幾天 《蘋果》、《明報》、《北約而同》 對我們人民力量有很多抹黑 因為這些是新聞界最樂力的所謂 不過我們又不會批評它 沒甚麼意思 但我只是跟你講事實 所以我們今天這篇新聞稿 有幾件事我們都很簡單地在上面都有一個說明 除了我去講一講簡單的回應之外 另外我們的主席也在 因為他們三個在現在坐在桌上都是候選人 唯一我不是我們選舉委員會的召集人 整個選舉工程的打工仔 幫各位六十幾個候選人做事 很多行政上的工作 但有關我們選舉的一些基本訴求 以及現在坊間的評論 我們會有些會應 首先大家看看這份新聞稿 最近個別人士和組織針對人民力量 區議會選舉策略所發表的謬論 我們今天就用一個 哪怕天塌下來也要伸張正義來做主題 即是來作出回應 第一就是我們講一下我們參選的數字 到目前為止已經過了截止提名期 我們正式參選的人數是六十三個人 其中十個代表港島區 二十個在九龍 還有三十一個在新界區出選 第二就是有關和公民黨候選人狀區的問題 早幾天蘋果特意大大斷 再加上這個文協說我們亡因悔疑 什麼因張仇報跳過 他有什麼因呢真是奇怪 因為我對他有因 九八年他全軍盡默四大皆空的時候 立了立法會 辦事處都沒有錢經營 小弟幫他走出來籌款 籌了兩次籌了幾十萬 不知誰對誰有因 我不想翻這些舊像 是嗎 民協我們追擊他當然了 但是公民黨呢 我們是五區公投的盟友 以及他是反對政改方案的 所以我們在上一次的記者會裡面 我們公開講 我們是不會去跟公民黨同區競爭 不要用追擊這個字眼 至少我們是盡量要平面 是吧 另外就是社民連 但是現在就出現跟公民黨有兩區撞區 跟社民連呢就有一區撞區的 那這些呢就是佳因大家都事前是沒有協調 就不是好像陳家樂主席 給一封措辭很嚴厲的信件我們 去指責我們 OK 那先講跟公民黨撞了兩區 第一個呢就是佳東 那這個區呢 是我們07年小弟做社民連主席的時候 我們的辦事處都在那裡的 那然後07年的區議會選舉 又是我帶領的 佳東這個選區 我們的候選人叫做李偉宜 輸給關秀齡呢就是百多票的 另外有位嘉里長期在佳東的這位印度籍的老人家 他又去參選 那次選舉有成十個人 其中有七個是印巴裔的 最後呢就剩下只有嘉里有票的 那就足夠理由證據相信 就是關秀齡的民建聯搞定了印巴裔 很厲害啦 那選舉確顯神東他厲害 但是我們在那個區裡面 是拿到絕大部分華人的票 大家去檢查一下啦 OK 我們在那裡經營了幾年 好了 今年 我們一早就已經在那裡掛街板 我們決定在這個區域派人去參選 最早原本我們有黃學金律師去選 後來因為他公事繁忙 我們又找另外一位年輕的朋友去參選 這個區 是我們經營了很多年 你公民黨 找個印度人來選 你有沒有跟我們協調呢 沒有 現在他怪責我們 就說這個是他的選區 你公民黨是大助理的 你是黑社會來的 對不對 我區 我黨候選人的選區 你現在在說阿俊 喂 這個區 講個背景給你聽很清楚 我們去參選 好了 社民年沒有人去選 我們是否順利成章去選 社民年也沒有辦法派多人去選 那個是我的地頭 你去講他難聽一點 各位朋友 所有那些大廈的立案法團 我們做了很多功夫 幾年就服務了 你公民黨講不講道理呢 請問 一天地區公局我都沒有做過 這個指責是很離譜的 來我區 來我區 候選人的選區 我黨 我大佬 你真是黑社會 你的 那個區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實必須要講明 對不對 第二個區是美副中 美副中 我們又跟他撞他 又是事先沒有協調的 是不是 報名是我們先過他 有沒有道理講呢 包括你《蘋果日報》《明報》 這些垃圾報紙 為了打擊我們歪曲事實 一面之詞 他說完之後 你有沒有問過我呢 沒有 我告訴你 今晚我網台 我一定數照這兩張報紙 我的性格是這樣 你吹吧 不要等我們的東西睡 是不是 完全不講道理的 我再次重申 我們不會刻意跟公民黨撞他 因為 他是支持五區公投 反對政改方案 講得很清楚的 但是今次的兩區撞區 是大家事先沒有協調 他公民黨是有參加 泛民主派的區議會選舉協調 我們人民力量沒有參加的 希望各位新聞界的朋友 講一下道理 講一下事實 不要亂說話 這兩個區是很清晰的 藏區是事先沒有協調 打個招呼 講一下數 我讓我區給你算 還可以支持你 行嗎 行嗎 在尖東這個區 我有裝協 你公民黨沒有裝協 我在這裡經營了這麼多年 從06年開始 今年是2011年 五年我都經營了 講不講道理呢 請問 所以我們對於公民黨主席 陳家樂給一封措辭很嚴厲的信給我們 我們表示非常之遺憾 我們主席又回經 寫了一封信給他 OK 是吧 我們只是講事實 是吧 事實就是這兩個區 我們不是刻意去撞他 又不是去追擊他 報名是我先報名 尖東那個區 我經營了五年 希望你們照實報道 是吧 這個是我們最關注的 就是被人說我們跟公民黨撞去 他追擊公民黨 即逢泛民我們都追擊 接著扣一頂這個帽子 這就是蘋果和明報的所謂 是吧 我必須在這裡嚴正澄清 是吧 蘋果和明報是歪曲事實 第二 有關建制派在2011年區議會選舉中 自動當選議式的數字71席 包括明報和東方 或者有關一些報紙的評論 都將那個責任 擺在人民力量的身上 我覺得是非常荒謬的一件事 一會兒我們就會做一個 有關自動當選的分析給大家看 有個螢幕在這裡 大家可以清清楚 分析給你們聽 這個自動當選是甚麼一回事 是吧 人民力量成立 短短不夠半年 我們可以派出63個人去參選 我不需要你們去高度評價 我們這些這麼關心社區 這麼關心香港政治發展的所謂 不需要你高度評價 正面肯定 但是你沒有抹黑 你說71個人當選 這麼多人自動當選 包括何俊仁 這個民主黨的龍頭 又與無倫次 是吧 包括民協 的馮檢基 又是與無倫次 就是因為我們多人去追擊民主派 所以令到很多建制派的人自動當選 老實說如果我可以派到300人 我一定派300人去選 所有那些建制派自動當選區 我們都會跟他抽 要有人才可以 大哥 還有為什麼你當然跟他抽完之後 你現在避了 你知道嗎 你選他 是當年他跟別人去選 現在他避了 那人就自動當選 就算了 請問 講不講道理呢 請問 是吧 不過不要緊 我們也有些數據 待會兒告訴大家 是吧 你建制派有71個人自動當選 跟人民力量無關 OK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一會兒我們有些自動當選 分析 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對不對 你們勤力一點 上網查一下都可以的 當年有些選區民主黨 想有份去參加 這個選舉 輸了 現在避了沒有選的有多少區 數一下 為什麼要把責任推給我們呢